好 剛才我們講到 郭董看起來已經丟不扶了 他已經很直白的說 他就是在等國民黨的一套辦法 這其實跟這個攤牌 已經沒兩樣了 那同樣也受到關注的 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過去他跟這個郭董兩個人 我記得當時靜週刊有寫一篇 說好像私底下講好 你選我就不選嘛 那一篇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那我這邊要先請摩依 來幫大家解讀一下 因為昨天侯市長的這一段話 他是引這個新元法師的話 來跟大家回應 說不忘初心 不請之友 不念舊惡 不變隨緣 這個境界比較高一點 來 摩依來幫大家解讀一下 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看到這樣回應 侯市長終於有別的說法了 終於聽到有不一樣的說法 其實我在想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之爭 他其實充滿了這個協同 權力競竹 還有期待這個黃袍加深的 封建的這樣子的情形 還有坐不滿任期就會落跑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知道說 韓國瑜的現象再起了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只想問說 難道民主化還不夠嗎 一個韓國瑜還不夠嗎 接下來這個可能有坐不滿的情況 大家還能再接受嗎 那國民黨他到底想要帶給台灣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究竟要帶給民眾什麼 之前選舉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哇國民黨把我們的侯友宜市長 說得多好 嘟多好 講得非常好耶 儼然是這個國民黨的救世主 好像有一個新的造神的這樣子的感覺 結果現在可能威脅到他的地位了 現在就是各種卡侯的姿勢都擺出 卡侯的招式都出來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得到 我身為這一次的新科議員 新北市議員 我看到侯市長在這當中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明明都很想要做總統 很想要選總統 但是你都沒有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你是有要選嗎 你說看看 從從之前去年 大家就一路都在問了 其實選市長的時候 大家都在問 大家都在關心了 你始終都沒有做好一個表態 始終都說不出來了 不過今天終於讓我看到有不一樣的 不同的說法 我是覺得你現在 如果侯市長你要等到說 這種光榮登場 讓大家看到說 哇光榮登場的樣子 黃袍加深的樣子 你再做一個最後的大進場 大出場 我實在感到非常的悲哀 因為我身為新北市議員 我覺得這種市政城而 期待市政府要急需去處理的事情 尤其是最近發生很多這個次案的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新北市一再發生這個弱勢市民 死亡多時在家中的這個狀況 侯市長你有看見嗎 什麼時候我有看到你的做法是如何 你有沒有做好第一線的這個急救救援 可以馬上看得到說你真正的做法到底在哪裡 那市長反而都沒有聲音耶 都沒有聲音耶 我沒有看到說你有任何有對市民負責任的這些做法 市民也不知道市長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覺得市長應該要提出說 你對這個市政你要如何去改善 如何去做一個城市都治理不好 喂你還要治國耶 這個治國跟治理城市又是不一樣的層次喔 所以我覺得我奉勸侯市長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做事 請關心我們新北市民 請好好的為新北市民來服務 不要只是就是這個就是把心力 雖然你說心力要放在新北市 的確你應該要把心力放在新北市 但是我認為很多人都認為 你現在心裡想的是台北市的總統府 好剛才摩逸有講到 在他分析前 他覺得侯市長就是在等黃袍加深 那郭董現在在等國民黨的一套辦法 我不曉得紅綠委員這邊怎麼看 因為近來看到朱立倫 其實他動作也很多 他雖然表面上都說阿丹三威 這個補選之後再說 那昨天哇跑去這個新竹參加這個團拜活動 高宏安也去了 高宏安居然受邀 高宏安是民眾黨的人 那高宏安同時大家也知道 他跟郭董是比較友好的關係 所以到底是朱立倫去 到底是要談藍白河 還是說要拉攏一些跟郭董啊 比較友好的包括高宏安李靖穎 然後聯合起來卡侯友宜呢 哇現在各種劇本大家都在討論 每一種劇本都有啦記不記得啊 上一次的時候啊 韓國瑜啊跟那個郭台銘 也有演一個兄弟情的一個戲嘛 但我覺得啦 現在唯一啊確定要參選的啊 而且篤定會參選的 柯文哲 柯文哲 而且他門票也都有了 民眾黨一定他一定會參選 那再來呢 剩下的國民黨裡面啊 朱啦 郭啦 侯啦 我覺得啦 郭董看他的講話應該是有 有動心歧念的啦 有動心歧念的 對有動心歧念的 那朱立倫呢 當然也很想選啊對不對 只是他現在民調比較落後 他當然要脫啊對不對 那侯友宜想不想 當然想非常想 只是他又不好意思自己說出來他要選 他變成韓國瑜第二 變成韓國瑜第二 所以國民黨啊 現在啊 你看 郭台銘還有侯友宜 兩個人都是在等這個國民黨的初選辦法啦 這初選辦法卡在誰的身上 朱立倫啊 因為他是主席啊對不對 我認為啦 如果這個初選辦法 對郭跟侯都很不利的情況之下 我不認為郭董事長一定會百分之百參選 我不認為喔 這就是國民黨的黨中央 他可以去運作的地方 是是 好這個初選規則到底什麼時候要出來 要請教一下情節 因為其實昨天聽起來 王院長感覺也是在替郭董說話 他說其實郭台銘就是有上一次參與提名的經驗 所以他特別重視這次提名辦法 看看會不會讓他可以順利的加入初選 哇 大家都在催促朱立倫耶 菁姐 今天早上我去參加一個很盛大的活動 就是至少是少將以上到上將的一個國軍將領春節的一個活動 那朱立倫有來 包括105歲的許立倫將軍有來 朱立倫就坐在我前面 然後我們拍照的時候 有另外一位中將 我也認識的 就跑來很大聲地跟朱立倫說 郭台銘的事你要好好處理喔 然後朱立倫就說 就半開玩笑說 他在命令我怎麼處理 然後朱立倫沒吭聲 他又講 郭台銘的事你要好好處理喔 那講了很大聲而且口氣不太好 我就問他 因為我們都很熟 我說那你到底是贊成郭台銘選總統 還是不贊成嗎 朱立倫聽來問他說 是啊 你贊成還是不贊成嗎 他說我不贊成 他是很憤慨的口氣 朱立倫很為難 國民黨裡面有人討厭韓國瑜 有人討厭朱立倫 有人討厭王金平 有人討厭侯友宜 有人討厭郭台銘 所以國民黨很難搞嘛 這個黨裡大家都太有意見了 朱立倫怎麼